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Python语言编程基础课程 第二阶段,第一节课 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Python Interpreter的含义 以及如何在Windows命令行Commandline里面run Python 还有我们如何在Eclipse基础上的PyDive来进行配置,运行Python程序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接着上一节的内容来给大家进一步介绍 第一,Python内部和外部package,也就是包的使用方法 第二,我们将开始介绍Python里面的数据类型 今天我们强调的是NumericalData,也就是数字型的数据类型 好,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纲 我们将讲到Python的数据类型以及包的用法 那么第一,我们先看一下Python的package Python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package,也就是包 基本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属于built-in package 所谓built-in package,也就是说 我们当时在安装Python的时候,自带的那些包 在用的时候,我们只需要用关键词import来导入所要的包就可以使用 还有一类叫external packages,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安装额外的包在使用之前 好,我们现在分别来看一下两种包的使用方法和例子 首先我们看一下自带的built-in package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操作系统相关的操作 有一个包叫OS,代表operating system 假设我们要使用这个包,可以查看一些相关的方法 我们回到Python 我们之前使用的eclipse pydive的环境 好,我们来看一下,顺便熟悉一下如何用Python来新建一个project 所以我点击新建,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pydiveproject 如果找不到这个按钮的话,我们可以点击project 在弹数的菜单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个pydiveproject的按钮 在这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python的项目,一个project 好,我们起一个名字,假设我们叫teachingpython grammar version,我们选择3.0 因为我们用的interpreter是python3.4 所以我们选择python34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将python的interpret的路径添加到eclipse里面来了 所以针对每一个新建的项目,我们就不需要重复过去的动作 只需要指明我们用的interpreter和它的语法的版本就可以了 好,我们点击下一步 不需要包括引用任何别的project 点击完成 这时呢,我们就新建了一个python的项目 在这个项目之下呢,我们可以建立 上次我们提到的最小的单位是python的模块,也就是pythonmodular 好,在这里我们建立一个python的modular package name我们先暂时不给 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是来测试os这个builtin的package 所以我们起一个名字叫testingbuiltinpackage 好的 下来让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以os为例如何使用内建的builtinpackage 语法结构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打入import 这是一个关键词 空格 紧接着我们打入这个要引用的包的名字 os 好,接下来我们用os中的一个方法 来打印出来我们当前python的模块所在的路径 如果我们想知道路径是什么 我们用一个printstatement 当前的路径 我们先打入包的名字os. 然后有一个方法或者函数叫get currentworkdirectory 就是getcwd括号 好的 现在让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点击窗口上的run按钮 或者是用快捷键 controlplusf11 这里我使用快捷键 大家看到在console里面 我们就打印出了当时现在我们工作的环境的路径 是c盘下的这个路径 好 这就是built-in type 在python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另外一种方法 也就是我们如何安装额外的package 额外的package 也就是这些package本身的代码存储在互联网上 我们需要首先跟它下载下来同时安装 python有两种方式 常用的方式来给我们下载并且安装 这些额外的package 一种叫easyinstall 另外一种叫pipe 在python3.4的版本 这两种的方法 easyinstall和pipe 直接跟随3.4版本 安装在我们的机器上 所以我们不必安装easyinstall和pipe这两个工具 而直接可以通过环境变量中的配置来使用这两个工具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通过环境变量的配置来使用easyinstall和pipe 好 首先我们去看一下我们python的安装路径 C盘下的python34 这里是我们pythoninterpret的安装路径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在command line 也就是命令行中使用easyinstall和pipe 来下载不同的外部包进行管理 所以我们需要把存储pipe和easyinstall的路径 加入到系统的环境变量中 这两个文件都在如下的路径之中 我们看到有一个文件夹叫script 点击它之后 我们看到了easyinstall和pipe的可质性文件的路径 所以我们就在这时copy scripts所在的路径 并且把这个路径按照以前同样的方法 加入到系统的环境变量中的path中 好 我们现在打开系统环境变量 通过searchenvironment就可以找到这个菜单 随后我们点击环境变量 然后在下面的系统环境变量中找到path 就和我们当时安装python interpreter 几乎是类似的程序 好 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测试一下easyinstall 我们键入easy下滑线install 回车看一下有没有错误信息 现在系统提示的是没有 url file name 指的是我们没有提供参数 证明我们已经让系统识别到了easyinstall 如果提醒的是没有内部和外部命令可识别 那证明我们还没有让系统识别到easyinstall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来核实一下 比如说我们打入easyinstall两个横杠 help 这是windows的command line 也就是命令行中就显示了所有的帮助菜单 证明我们已经 合适的 安装上了easyinstall 通过把easyinstall的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里面 好 下面一步我们试一下pipe 首先只是键入pipe 我们也看到了windows的command line里面显示出来了帮助菜单 证明easyinstall和pipe两个都可以准备好 作为管理和安装新的外接包的工具 所以下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python中经常常用的一个 external也就是外接的包 名字叫做requests 它的作用是提供很多针对于网页上的抓取 以及相关的函数 那我们下面就利用pipe 尝试安装一下requests 格式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type in pipe 空格 直接相联系的就是包的名字 这个包的名字叫re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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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现在正在下载requests 好系统提示已经成功了安装了requests 这时候我们可以confirm确认一下通过命令行里面的python 首先我们type in python 进入python的shell界面 这时我们可以 进入import也就是导入 加包的名字requests 我们看到没有任何的错误提示 证明我们已经成功的安装了requests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requests可以用来做什么 所以在刚才的python模块里面 我们多导入一个requests 下面这个例子是简单的一个通过网页作为一个参数来抓取其中的内容 我们的命令是r等于requests 其中一个函数叫get 它的参数是任何一个合法的网址 我们可以随便填入一个 比如说我们刚常用的百度搜索 好 这行代码的意义是抓取填入的命令行 也就是www.bidu.com返回一个对象 把它复给r 关于对象的概念我们在最后这门课的后期会详细解释到 在此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对象里面我们可以取得什么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命令printr.text.url 先来看一下我们可以打印出什么样的信息 我们看到我们返回了这个网页的url 好 我们再看一下还可以得到什么信息呢 通过这个网页对象的其他函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返回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编码的 通过r.encoding 我们看到是通过utf-8来作为encoding的方式 就是百度这个网页 我们甚至可以获取 网页的所有内容信息作为html 通过r.text 这里有一个编码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能在这无法返回txt 我们尝试换一个路径 我们来google试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返回了编码的所有内容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用pipe来安装python额外的package 关于pipe和easyinstall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随后我们将用到额外的package 我们还会重复的使用easyinstall和pipe来进行boud安装 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一下python的数据类型 这里我们以当前安装的python3为例介绍一下 因为python里面的数据类型 每个版本会有少量的变化 所以我们以下的描述都是根据python版本3作为标准 总体来讲python的数据类型分为以下几类 由neuromics, numerics, sequences, mappings, classes, instances, and exceptions 我们会分文别类的详细给大家介绍每一种数据类型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首先会介绍 Numerical types 其中包含int 整形 float 浮点形 complex 复数形